大家好,又到了MKC时间,我是素晴 今天要带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 背包旅行,寻梦计划 自助旅行计划书看起来难度颇高 但如果要深入了解并依循我们 接下来要提供给您的方式 一切应该都会变得比较简单 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逐梦,寻梦,让梦想起飞吧 首先我们要列出旅行的动机 为什么要去旅行 那从旅行之中你想要获得些什么 你要去哪个国家 手上拥有什么样的资源 以及你要几天的假期等等 这些都是在一开始就必须要了解思考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这个时段的每一个决定 都会影响到后续执行每一个步骤 而旅游资讯来源的部分 通常可以分为十一住行四个部分 而进而再整理出行程规划表 预算管控表 行李清单表 以及礼物清单等等 那什么样的行程才算是好的行程呢 其实应该要先衡量自己的体力以及财力 再进行整体的规划 而在规划行程的同时 应该先找出这个国家最值得前往的景点 那在这个景点预计停留的时间 先将它简单的串联起来 再置入交通所需的时间以及方式 而旅行中最重要且影响整个行程的成败关键 就是人 而这也是最难掌握 但却无法欠缺的部分 而我们首先可以列出朋友的清单 将朋友做个基本的分类 那再决定是否要约 而另外一个风险也是旅行中无法避免的一个关卡 首先要做好预防 了解保护的方式 而进而有应变的措施 我们用土耳其来举例好了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 可能当地土耳其人 他们很热情的搭讪 并且会邀请你一同去饮酒玩乐 但要小心 最后你可能要支付数十倍的金额 才有办法脱身 而为了使旅行更安全更顺利 用一些时间和心力去了解 并加以预防 都是非常值得的 而在每趟旅程的过程中 得到很多人的帮忙 认识到不同文化的事物 而在转角处遇到意想不到的新鲜事 行程中可能因为小状况 而要重新调整旅行 但也因为认识到新朋友 能够提供给你更好的建议 而整体而言 旅行其实是可以让自己成长 转变心态的好时机 旅行是每一个人都想要尝试的 但对于新手来说可能有点难度 但试过一次之后 你不但可以深入了解到 本身自己喜爱的旅行方式 同时更可以学习到 专案规划和执行的方式 以上就是今天与您分享的一些小心得 如果需要更详细的资讯 请欢迎上我们的MKC网站 谢谢 谢谢